都说贪狼是王林的宋宝童子 每当去法宝时 就会得到贪狼的赞助 但还有一人也为王林贡献不少宝物 不仅有大量仙精 还有点仙笔 捆仙王等宝物 那么你知道此人是谁吗 王林在炼魂部落修行时 遭到一位老者的挑衅 此人自称是仙界之人 然而一番交手下 此人的仙兽之粮被王林的麒麟魂兽吞食 最终只能狼狈逃命 甚至将点仙笔这等法宝丢出 想要吸引王林夺法宝 从而放弃追击 却没想到 王林召唤出许立国追击仙笔 继续对老者紧追不放 眼见逃无可逃 老者咬牙取出一张亲网 准备放手一搏 因为他心里很明白 自己只不过是一个问鼎中期的虚架子 与拥有自身道念 且真正达到问鼎修为的王林相比 想要逃走难度太大 莫不如赌一把 若捆仙王心情好 把王林捆住三天 配合一些药物 说不定可以把其炼化成玉剪上 记录的真正下品仙位 带着这样的想法 老者抓着捆仙王 静静等在原地 只见王林的身影一踏而出 几乎刚一出现 老者便大喝一声 手中捆仙王直接飞出 刹那间便无限扩大 王林之前便已注意到老者手中的王 暗自分析这法宝绝非等闲 因此在现身的刹那 脚下便压缩了无数个挪移神通 只需心念一动 便可在四周任何地方强行穿透 只见那捆仙王融于天地之间 一道青芒自天空闪烁而出 矮小老者好似疯癫一般 大喊道 混蛋混蛋混蛋 喊声从开始的喃喃自语 一直到疯狂的咆哮 王林冷哼一声 这青芒太过诡异 神识一扫下 居然无法穿过 立刻心念一动 便要大挪移而出避开青芒 但就在这时 天地的青芒速度漠然一快 迅猛收缩而来 只是收缩目标却不是王林 而是那个好似癫狂的矮小老者 老者面色苍白 身子迅速退后 口中连连说道 别捆我 青芒一闪之下 便包围了矮小老者的四周 老者身子一晃 全身冒出火光想要顿走 但火光刚起便立刻消散 老者脸露悲容 破口大骂道 老者内心之苦涩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陆续施展神通逃顿 最终都没有任何效果 只能眼睁睁地望着青芒 把自己彻底淹没 青芒消散 化作捆仙王 把矮小老者捆得严严实实 直接送到了王林念前 王林一生与敌斗法无数 但亲眼看到对方 居然被其自己扔出的法宝捆住 生生地送到了敌人面前 这还是七百多年来的第一次 以王林的定力 看到这一幕后 都极为难得地愣了一下 脸上露出哭笑不得之色 同时也对这捆仙王的忌惮程度 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刚才可是亲眼看到那老者 在捆仙王下 无论施展何种神通 都全部失笑的一幕 老者看到王林的表情 更是感觉憋屈 怒道 没见过自己送上门的吗 老夫法宝失笑了 不行啊 以王林的性子 听到这番话后 也不由地笑了出来 还想老者轻哼一声 胆小的性子 被无尽的憋屈 生生压制住 明明有一个 让无数人为之疯狂的奇遇 但却毁在了 从那奇遇内获得的法宝上 只能嘴硬说道 哼 老夫这一次是运气不好 要杀要挂 你看着办吧 王林笑容一收 抓住老者 身子一晃在原地消失 城堡处绝大部分修士 已经趁乱匆逃走 没了仙种 在身立刻获得了自由 但也有一些没有离开 孙若南便是其中一个 王林的身影踏出 此地数人纷纷恭敬抱拳 言谈感恩不断 王林微微点头 随后一把抓住 孙若南向远处迅速飞去 孙若南在被王林抓住后 立刻清醒 不断地挣扎道 你放开我 你凭什么抓我 我知道你抓我干什么 是想把我当成卢顶吧 无所谓 你要来就来 事后放我离开就行 王林看了此女一眼 缓缓说道 你没有做我卢顶的资格 眨眼间 王林就带着孙若南来到数万里外 只见孙若南焦急地等待着 看到王林的身形后顿时大喜 王林身子落下 将孙若南扔给孙若南 同时左手虚空一抓 麒麟受咆哮而来 将此地十多个修饰 连同孙若南眉心的亲吻 一一吸入口中 随后王林淡淡说道 孙兄 金智已解 令妹也被救出 你那几个师叔 就要你去寻找了 至于我练魂不落念的那位 我会把他放出 告辞 说完 就抓着自称来自仙界的 矮小老者挪一而出 懒得理会这对兄妹之间的纠葛 回到恋魂不落后 王林身影幻化而出 把矮小老者向地上一扔 一拍储物带 三道剑盲飞出 悬在老者身边 随即淡淡说道 这三才剑阵之名 是在搜害诛之魂时得知 剑销十二剑以三为数成三才剑阵 若是同时展开十二把剑 便可成为剑尊临天后 引以为傲的天杀十二帝剑阵 以王林的人生经历 一眼就看出此人胆子极小 话语中透出一股魔鹰 逼问道 现在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若你不说 我便施展搜魂术 到时把你炼化成魂魄 永世不入轮回 还小老者身子一颤 眼露恐惧之色 连忙喊道 我说我说 就在此时 一阵刀鸣破空而来 许立国容身在黑刀之上 手里抓住一只毛笔 脸上露出讨好之色道 主子 这法宝小许子给你追回来了 可把我累坏了 主子你不知道啊 这玩意跑得可快啊 王林点了点头 将毛笔拿在手中 立刻感受到 其上有一股浓浓的 微压蕴含其内 体内先力流转 慢慢进入毛笔之内 笔尖处 默然散出一丝金芒 被捆仙王捆住的老者 看着毛笔散发出 这段刺眼的光芒 不由的双眼瞳孔一缩 内心生起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他当年第一次拿着毛笔时 虽说也有金芒 但与现在相比 只能说是一个萤火吧 随即在心底按道 哼 就算金芒再亮又能如何 我就不信 没有老夫的指点 他就能领悟 这鲜笔的使用方法 要知道老夫当年 若非是有那预见 也绝不可能知晓 这鲜笔的神通 当然了 这里面 与老夫的自治 也有很大关系 但立刻眼中的得意 便化成了呆滞 只见王林猛地睁开双目 手中鲜笔一挥尖 一个笔纹勾画而出 接着右手不停 再次画出几笔 刹那间一个好似 太阳般光亮的 三笔笔纹降临 此刻的王林 一头长发散开飘逸 一股真正的仙人质感 从身上扩散出来 矮小老者 眼中的震惊已然滔天 失声道 仙帝 王林深吸口气 手中鲜笔向前一点 笔纹顿时消散 画作点点金芒 透出宝塔 荣于天地之间 随后看向老者 以天魔鹰开始询问其来历 矮小老者眼神顿时空洞起来 喃喃诉说这一切 老者是炼羽派的修士 名叫黄玉 当年进入这妖灵地 是因为被仇人追杀 后来不敢出去 便选择留在这里 只要小心一些 便没有危险 当年来到这里后 老者无意中进入到一个废弃的洞府内 在那里一共得到了两个储物袋 其中一个没有神石烙印 里面有捆仙王等物 还有一枚玉剪 另外一个储物袋有神石烙印 无法打开 并且这个储物袋还被人抢走了 抢走储物袋之人 是一对道律 老者当初把两个储物袋分开放着 能打开的那个印下了自己的神石 否则的话都会被抢走了 老者眼中空洞之色更浓 但说起那道律时 语气却透出一股恨意 显然此事 对他打击极大 仔细问询了这对道律的相貌后 王灵又道 那玉剪上都记录了什么 老者继续回答道 记录了几种仙宝的使用方式 以及仙术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仙味傀儡的制作方法 不过这玉剪上有禁止 我看不到全部内容 这玉剪就在我储物袋内 王灵大袖一甩 一股仙气直接钻入老者体内 把其原神彻底封印 随后王灵闭上双目盘膝打坐 至于那老者此刻已然昏迷 但其身体四周的三材剑阵 却是始终开启一防万一 三天的剑一画而过 老者身上的捆仙网 立刻散发青芒脱落下来 掉在一旁化作一个巴掌大小的青色小网 王灵默然睁开双眼 将老者的储物袋拿在手中 我去神室直接探入其内 心念微动下 手上出现了一枚青芒玉剪 王灵神室融入玉剪 看到了玉剪内所记录的内容 顿时震撼不已 因为玉剪内记录了三样仙宝的使用方法 还有一套真正的仙术 只见其中写道 青霜 你刚刚成为一只仙剑仙君 这是为父送你之物 这三个仙宝是为父亲自为你打造 致晕的仙术 虽说品阶不高 但却颇为有趣 想来你会喜欢 点仙笔 此宝蕴含了太阴之力 为父采集十二星辰 化作十二个蕴含太初之力的符文 以此笔点画而出 其威力尚可 捆仙王 此宝威力寻常 但其内气魂却是展现出神志初开的样子 颇为有趣 想来你会喜欢 至于第三剑法宝 则是配合你的与之仙剑使用 此宝名次灵巧 把仙剑融入其内 可以使得剑灵壮大 此宝是为父依洗仙池内的朔仙金之作 而那套仙术虽说是夏品仙术 威力普通 可却具备了一样很有意思的神通 此宝名为定身术 使为父在一处奇异的远古星球上无意中得到 可惜残缺不全 为父整理之后 总算把这定身的神通复原 为父猜测 此宝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组合神通的一部分 可惜残缺 无法把那真正的组合神通全部复原 亡灵脸上的兴奋之色渐渐贫富 郑玉姐妹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 便是三件仙宝与那仙术的介绍与详细使用方法 至于其他两部分 被一股混沌弥漫 只能看到一些只言片语 无法看清全部 并且预检中还提到 其内设置了血脉禁制 若无青霜之血液 则不能破解 看到这里亡灵掩路沉思之色 按道 三件仙宝 我只看到两件 那次灵窍确实不在 这几件物品 是送给一个叫做青霜的女子 此女名叫青霜 那么其父是先帝清霖 那么 得知先帝信息之后 王灵会做出何种选择呢 点击关注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